吴京的二台来的真是时候,中秋节当前,一个花好月圆,和家团圆的好日子,一大早吴京就迫不及待的分享了喜悦,晒聊一张全家富出来,没有故意的去拜儿子的手指,当然小儿子自己发挥的很好,其他人都是握拳,唯独他没有同步,吃瓜群众说,这是个摇滚宝宝, 不过,晒兆归晒兆,吴京还把小儿子的名字,也顺便说出来了,注意看最前面两个字,吴律,吃瓜群众有点纳闷了,为什么叫吴律呢? 大儿子叫吴所谓,小儿子应该叫吴公汉啊,一起随意随意,还有人提议说,其实应该叫吴仁月饼,因为今天毕竟是中秋节,这个名字非常的霸气正耳欲聋。 就在我也若有所思的时候,看到了吃瓜群众的辟谣,说吴京的大儿子真正的大名叫吴忧,本来吴京和谢娜确实想干脆大儿子大名就叫吴所谓,但想了想,这样太无所谓了,就化成了吴忧,没有忧愁,悠闲自在,那既然大儿子叫吴忧的话,那顺理成章的,小儿子就应该叫吴律, 这样连起来就无忧无虑了,想起了刘欣的段子,我叫夏雪,我叫夏雨,我叫夏冰王,其实我之前希望的是,吴京二参能生个女儿,就能兑现了他的承诺,给女儿选名叫吴谢可基,但还是个儿子,那小名就有点难办了,吃瓜群众说叫吴迪,但我觉得不妥,吴迪,是多么寂寞,尤其是谢娜, 之前他就说了,他不想生二胎,是因为他对吴所谓头,入了太多的感情和付出,他不能想象要把这份爱切成两半,去分给另外的孩子,他说他有点做不到,但是在后面的声明中他说,要不要孩子不是他一个人说了算,也外之一,就是为了吴京的心愿,那现在小儿子摆在面前了,吴京心情肯定很激动开心, 那些男要如何去克服自己,平衡对两个孩子的爱呢?其实我觉得小儿子说的很诚实,虽然越深到后面越是觉得只是宽容而已,但是慢慢的会发现他们的闪光点,这些闪光点会让你更加疼惜自己的孩子,让你依然乐此不疲的剧爱,所以些男完全不必担心,说不定到时候吃醋的是无所谓啊,哈哈哈哈哈哈 感谢观看 我们有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